陆寒和陈小云这两位明星被网友们称为一父一母的双胞胎明星,可以说这两位的侧脸也是很像了,陆寒的颜值本身就很高,而且还比较秀气,而陈小云的这个造型则是偏中性的,可以说一眼看上去,貌似一个人一样, 一种比较迷离的感觉,孙怡和陈寒也是让网友们傻傻分不清了,不得不说这两位明星的颜值都是很高的,而且陈寒和孙怡的侧脸也是极其相似了,五官都比较精致,估计各位小伙伴们有时候也会被迷惑吧,目前两位小姐姐都有作品呈现,如意转,梁绳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陈寒在如意转饰演的韩香剑已经上线了, 大家一起期待吧,孙怡和蒋琴琴,从图片中可以看出,这两位也是很相像的,都是颜值比较高的美女,虽然说孙怡好蒋琴琴也曾被比较,但是不得不说这两个人,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,发展也是很不错的,虽然说孙怡和蒋琴琴给人一种一父一母的双胞胎明星的感觉, 但是这识别度还是有的,这张图片就给人一种傻傻分不清的感觉了吧,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能不能一下子就认出来呢,他们就是张子怡和童谣,可以说张子怡在娱乐圈中是很有人性和知名度的,而童谣貌似就比较低调了,童谣更是被网友称为小张子怡, 不过张两个人的五官和气质貌似也挺相像,如果是小编的话,估计就分不出来谁是谁了,这一对你认清,处是两个人了吗,一个是杨童书一个是宋林静,这样的相似度网友表示,爹妈都啥啥分不清了吧,这笑起来的样子都一模一样啊,感觉像是一十多年的亲姐妹吧,童谣和董徐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吧, 他们两个在娱乐圈都是很有名气的,并且两个人的关系也是非常不错的,如果不认识他们的,还以为他们真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?